也是一個剛開始就是一個金庭的一個失誤 金庭在前天八強戰打日本的長山幹泰 那一場比賽打了三局 而且其實金庭第一局是拿得很輕鬆 攻勢是非常的多變 但是接下來有點當機 才讓比賽跟著纏鬥到了第三局 哦 這個球出手了非常快 但是這個球是 其實林貴普這個球沒有壓下來 但是金庭的這個手臂的腫瘋 做得非常的迅速 哦 應該是一個戒內 林貴普的判斷失誤 2比1 金庭拿到第二分 嗯 手得非常好 嗯 手中的反攻機會 打在斜線的位置 對 而且手中反攻的這個機會 抓得非常的快 抓得非常的準 所以你的這兩個位置調動是整個跳得最大的一個位置 對 這就是我們之前所談的 其實只要是印尼的選手 他們都可以打出非常好的這樣的一個位置跟手法 但是當機的時候 那就又另當陪論了 對 其實這個球不難打 只是他想要可能打得更好 所以力道上稍微小了一點 對 往前的力量也沒有用好 這個 現在造成這個 現在 林貴普以4比3的一個領先 哇 可惜啊 那頂這一板 其實攻的是非常犀利 對 1 2 3 起跳的這個速度 還有整個力道的掌握都非常好 只是稍微角度偏了一點點 這應該算是運氣不好 其實在前一天的一個轉播 有看到他的初賽 當時就有聊到 他的一個整體初拍的協調性跟流暢度 是讓大家還蠻印象深刻的 對 沒有錯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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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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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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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7 7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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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7 7 7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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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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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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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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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9 都是一次多開的來回 最後正經在往前 這個手感稍微差了一點點 對 所以 這個球應該算是 它自己的一個 會受迫性的一個失誤 所以也是很好處理的一個往前球 但是力道這個球沒有往前走 所以自己這個球造成自己的失誤 有一點擠壓到了 林桂福 9比9 雙方還是平手 這球沒有放好 林桂福也是差腰 蠻無奈的 兩位選手在第一局的前半段 都要趕快調整一下自己手上的感覺 好球 是一個劍 但是可能球拍線也斷了 幸好沒有對這個球的弱點造成太大的影響 10比10雙方再度回到了平手 那林桂福也在場邊來換一下球拍 剛剛把球拍線給打斷了 現在就看是誰可以帶著一分的領先進入到中間的11分站 非常怕腳步的兩邊掉動 平均的這兩百讓二比是孤島在地 這球已經來不及了11比10 京廷帶著一分的領先進入到競速暫停 休息一下再回到比賽的現場 歡迎回到愛爾達電視 這一場男子丹打的四場比賽 林桂福對上了京廷 在第一局的前半段結束 是由京廷這邊取得了一分的領先優勢 但是感覺看完這個前半局之後 目前場上雙方的一個實力 還是滿旗鼓相當的 對 11-10 想要贏取最後的一個比賽勝利喔 可能現在雙方都要調整一點的是自己的穩定度 對 也在攻勢上其實雙方的一個拿分都還滿穩健的喔 非常細膩的一個往前兩次動作的說法 11-0 馬上再追成了11比11的平手 1-0 加油 嗯 也是一個瞬間加力的一個打法 但是他沒有球很大力 只是說 其他球 只是速度位置打好 喔 出去 从我们这个角度看起来 其实还蛮明显的球头落点 应该是在线外 应该是在线外 但是他可能跟裁判讲的 就是可能就是金顶 有一点接触到他的球拍 所以这个分数最后是判给了林贵 我们今年球拍上刚刚有稍微插到了球 应该有 脚步有一道 但是这个力道没有使用算 小辈的这个摆动稍微少了一点 13比12的比数 林贵福现在反倒取得了一分的超前 哦 这个球应该是一个非常幸运的滚网 当然这个球回来之后 已经是金顶的一个非常好的得分机会 没有错 绝对是一个非常好得分机会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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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 两边 其实这个球应该都算打得非常精彩 而且在攻守的转换中 变换得非常的兴趣 可以看到林贵福这两板球的一个角度分的是让金庭来不及 对 到目前为止双方的球来回也还蛮多拍 节奏也还蛮快 对 这一次的一个发球再度是让金庭给抓到 嗯 嗯 小林贵福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失分 已经来到第二度 对 发球的质量不是很好 没有很大力 但是角度很好 位置很刁钻 双方又互换这个领先的优势 而且其实差距最多也没有超过两分啊 对 同样也是一个角度很犀利的攻击 对 而且同样都是 不是很重 但是位置打得很好 两个人的打法好像也还蛮接近的 对 位置打法很接近 但是 两个人的这个基本功夫的这个 整个的这个表现上来说 是有一点决染不同的一个打法 哇 果然现在林贵福的发球出了一点状况 刚刚几个球是让金庭给抓到 造成他发球的压力 嗯 嗯 金庭这个角度也打得太开了 好 有了 好 好 好 16比16的平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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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平 清平重新的在要回領先的優勢 17比16 場面也不時想起地主的球迷在幫林貴普加油 角度已經被打開了 可惜 沒有掌握好 成功的回手 喔 精彩的防守球 對 再看一次這一板的進攻 整個人撲倒在地 好 清平這個球有點太大意了 對 他有點太大意 他認為說這個球應該是他能夠得手了 所以他聯繫動作沒有做出來 但是最起碼我們也可以看得到 林貴普這樣拚只有球的一個精神 尤其關鍵的時刻喔 對 18比16取得2分的領先 可以看到 這個防守喔 球點過來 真的是讓清平出乎意料之外 對 對 而且可能會不會是這一場 這一局很重要的一個勝負關鍵喔 對 這個球 這個球 送到後場落在界內 對 因為八球還是沒有辦法來通過清平的一個籃球 對 但是他今天 就算我們剛剛怡婷所說的 他其實 在花球上出了一點不小的麻煩 中風還是一分的差距 我想在場上喊聲幫自己打氣 對 來 可惜 這一板球可惜沒有把握住 對 也要做一個大對角的攻擊 但是角度沒有打好 一下子兩分的領先優勢 又被精神給追了上來 18比18 對 所以 這個球 這個攻擊的失誤球 也是非常要命的一個失誤囉 喂 方方的球路調動都蠻開的 喔 出界 對 結果林貴普這板球 送到了界外的位置 菁挺連拿3分 19比18 那比賽這個是看得大家 蠻糾結的 呵呵 但是 後續在這個 這個林貴普打得有一點 太過於小心了 喂 好 底線 算出了界外 那呢 這下子 20比18 反倒是菁挺 兩個局末點 從16比18追到 變成20比18連拿4分 加油 加油 壓力來到了林貴普的身上 加油 加油 壓力來到了林貴普的身上 出界 緊緊在把球往左後方來送 也是 上去了一個出界球 讓林貴普先化解掉了一個局末點的危機 10比20 不過現在對於發球的林貴普來說 真的是蠻緊張的 可能還是會有點麻煩 哦 這個球 沒有過完 21比19 是由印尼的菁挺 算先的搶下第一局 蒼奇一下 再回到比賽的現場 歡迎再度回到比賽的現場 那我們在第一局的比賽 印尼的菁挺雖然說一度是12比18的落後 但是關鍵的時刻是連續拿下了4分 先取得局末點之後 順勢的是以21比19把第一局的勝利先收下來 其實這場比賽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比分上很明顯的是你來我往1分1分的往上追加 也沒有人可以有比較好的一個領先的優勢 對 考驗的就是關鍵球的處理 那當然 尤其在最後面來說 當然林貴普 自己發球的這個質量不是很好 也造成的這個 菁挺來說 拿到在 他發球的這個時候 他也拿到了不少分數 沒錯 掌握到發球的情風之下 他反而是呈現自己比較劣勢的局面 要看第二局有沒有辦法在這個部分做一點調整 對 第二局這一球當中 其實雙方面的攻擊的轉換速度都做得非常的快 第二局林貴普 帥先拿下第一分 哎 可惜 都是兩個 這兩分都是他自己的過渡 失誤 造成林貴普拿到的分數 兩分的拍數來回都是非常的多拍 對 走路上的調動也很變化很多 也沒錯 節奏很快 林貴普2比0 相信這兩分拿下來對林貴普信心有不少的提升 這麼多拍的來回 那當然 可以收下分數 速度非常的快 這個球 這個球非常快的一個瞬間加速 這個球非常快的一個瞬間加速 嗯 所以主勝裁判檢測試過後 還是繼續使用這顆球 哦 角度打得非常開 而且也是瞬間的起跳速度做得非常棒 嗯 同樣也是通過往前的高質量的放網球 掌握到了這一板的攻擊 1 3 1比3的比數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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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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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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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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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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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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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跟現場的球迷朋友講說 如果在場上要拍照的話可以 但是不要用到閃光燈嗎 因為其實在這個閃光燈影響 球場的兩位球員會蠻嚴重的 對 又加上其實現在整個燈光是聚焦在球場上 所以你在場邊如果有一些 閃光的出現那對於球員在 尤其在集球的那一剎那 會判到閃光的話那個球會失焦 尤其有時候球會不見 好 見捏 所以我這個判斷就是稍微 比較大的一個失誤了 第二局的比分跟第一局很雷同喔 也是一樣在拉鞠的狀況之下 你來我往5比5 所以其實對手雙方面對手當中 都很難把這個對手比分拉超過2分以上 但是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其實還是非常明顯的就是這個 林桂埔還是帶有很大的壓力在打球 所以整個來說應該的這一場球 如果繼續持續下去的話 林桂埔就會講得力 畢竟他現在是先丟掉了一支 對 而且你看 而且你看 現在好像是對金桂埔來說 他越打越有他自己的信心 而且這個信心度也展握得非常好 所以你看他常常在那邊叫 他也是在鼓勵自己 但是相對的林桂埔 他的整個展現的就有一點太悶了一點 對 喔 對 所以他是不是應該在 如果像打得這麼好的這個機會得分球 也應該可以自己喊個兩聲 給自己的士氣 還有釋放一點壓力 喔 角度也非常好 林桂埔接一波的一個攻勢喔 其實平平是讓金桂在後場有大阪的進攻 而且在這個防守的一個角度上 對林桂埔來說造成很大的壓力 對 沒有錯 因為金桂在這種攻擊 尤其在對角 其實他的打下去的這個點 是非常的犀利 這個還是有一點麻煩 就是他到現在似乎來說 對金桂的這樣的一個起跳攻擊 還有變身的攻擊 他並不是這個球應該不是很難打 只是他自己 是不是自己帶給自己的壓力 有點放不開在防守 對 沒錯 感覺起來好像是 比較想太多 所以其實金桂起跳之後 他有點不知道去往哪一個位置來防守 對 沒有錯 而且你會打覺到 是不是他打得就比較悶了一點 喔齁 這次快速的平球黨軍艇 再度是穿越了林桂埔的防線 對 在第二局的這一波攻勢 他領先是有點拉了開來囉 三 六 雙方四分的差距 金桂埔如果不能趁著這一波 趕快找回一點氣勢的話 這樣比賽就比較有危機了 嗯 這個有處理的還算不錯 三 六 六 追到了7比10 三分的差距 可惜結果這一板球 放到了邊線的界外 11比7 整體4分的領先 進入到11分的暫停 然後回來馬上再回到比賽的現場 namun いや 歡迎再度回到 愛爾達電視為您送上男子丹打 雨球男子丹打的四強戰 第二局的後半段 手中握有四分領先優勢的印尼選手 京廷其實在第二局的一個表現來說 尤其是自己在場上的氣勢 跟林貴鼓鼻起來是更沉穩的 對 沒有錯喔 也是一個晉身攻擊 你們可以看 其實這個球應該也是他瞬間起跳的速度 打得非常好 起跳的速度非常快 所以才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所以我們現在如果說在看金庭的這個打球 我們昨天就有談過了 似乎來說有看到一點以前陶飛克的影子 打球球來其實剛剛的來回表現的也是非常的有耐心啊 面對林貴鼓平常不平的一個調動跟攻擊 都能夠成功的守住來掌握進攻的機會 而且你看他在跑動的這個協調性 比林貴鼓要來得好 球場上比較不會有一些頓點的一個腳步的移動 對 沒有錯 這個球 連續兩分都是自己會受過失誤的 沒有把這個球打過啊 這也是 距離比較大的一個問題 從昨天的比賽到現在 尤其是昨天在第二級 也是有類似這樣的情形發生 點殺速度點得非常好 角度點得非常準 比數來到了13比9 印尼的金庭4分 繼續維持著4分的領先優勢 好 打得有一點角度打得太大了一點 好 高度太高 所以那個球 反而你到最後 因為你有高度速度不夠的話 到最後後場的話 會再被風吹到後場 所以這個有時候 但是你速度夠 這個球就會掉下來 連續幾個都是金庭的失誤喔 這波其實金庭還是想要去追這個林貴普的發球 做施壓 不過這一次林貴普是成功的突破 應該在發球段的吸引壓力會再小一點 打得很好 尼貴普的發球 4比11的比數 手中會有三分領先的還是印尼的金庭 好像兩個人又回到了那個 你來無網的一個局面 這個球也是金庭的一個晃網 他也是太小心了一點 但是因為為什麼 因為是林貴甫就在往前 所以他也沒有放得很貼網的話 很容易被封 加油 哦 也是一個界內球 這個球非常明顯的是一個界內 所以攻擊的位置非常的準 嗯 哦 金庭在未來可以把自己手上的這個失誤的環節做一點調整的話 相信印尼在未來南帶的一個接班上也有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對 對 哎 這個球非常明顯的是角度打得太高了一點 加油 在南京體育學校場邊也是非常多的地主球迷進場 雖然在當地的時間也是晚間的八點半鐘喔 大家也是吃完晚餐以來到了現場 對 對 中國隊的小張家也 呵呵 哦 一個非常漂亮的手中反攻 這一分拿下來 爽風回到一分差 對 這個球確實就得非常好 但是這個球其實對金庭來說 他應該做對角往前的一個處理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他沒有做這樣的處理 師傅來說就有一點點的問題了 哇哦 其實這個角度我今天金庭在進攻的得分率還蠻好的 嗯 對 而且位置都打得非常準 再度將領先的優勢拉開到兩分 但是這樣子的一個兩分領先對於林貴普 落後的林貴普來說也還是蠻有機會的 對 但是問題就是你必須要聯繫得分 你不能說你一分我一分到最後一定要輸掉 我看看這次能不能夠掌握住機會喔 好 15比16 再度追進到一分的落後 還是要能夠擋得住金庭的一個防守 尤其是在 呃 林貴普的左邊的這個反守位的位置 好 喂 好 哦 哦 這個球也是金庭的一個非常高質量的往前 對 這一本的防守球已經是讓林貴普 對 從一個主動變成被動 對 接下來往前再回一個高質量的小球 順利的收下分數 拿下這一分之後雙方喔還是在兩分兩分的差距 嗯 這個球是在界內 而且主審裁判沒有進行任何的改判 儘管金庭是提出了質疑 沒錯 再去跟主審裁判做一點抗議喔 他認為這個球是落在界外 但是 這個球 其實對這樣一個爭議來說 絕對無庸置疑是一個自己內球 但是金庭來說可能就是 是不是認為 有一點點主場的一個優勢 嗯 無論如何分數還是判給了林貴普 16比17 1分的差距 造成了金庭這個揭發的一點影響喔 有可能 會不會受了剛剛那個判決的影響 貴普在這個時刻追成了平手 對 兩位球員其實在場上的一個壓力都還蠻大 在這樣的一個比分狀況之下 喔 也是聯繫三個失誤 哇林貴普 反而是18比17在第二局的後半段 比數再度的超車 一度是曾經被拉開到了四分的一個落後 四分的差距 對沒有錯 所以現在反而是他現在領先的這樣的一個 第二局的這個比數 如果可以繼續穩住正腳的話 非常有機會將整個比數帶進到第三局來分勝負 喔 喔 角度被打到了喔 而且這個球是被林貴普給完全的掌握住了 漂亮的一板穿越 再度拉開了領先的優勢 相當回到兩分差 那當然現在金庭喔 也是因為可能剛剛通過那個 呃 底線的一顆球的判決有點影響到了心情喔 那現在其實他也還蠻有經驗的這場邊 稍微綁一下鞋帶 再緩一下 現在是不是可以把對手的一個 士氣稍微中斷一下 對 有可能 因為他 剛剛因為那個球應該是 他自己的一個誤判 因為他所處的 這個 林貴普所處的是一個逆風的一個方位 所以 他這個球應該是算是屬於金鼎自己的一個誤判 所以 絕對會是一個界內球 手中握有兩分 領先優勢的是 林貴普 19比17 這是發球之後的一個處理球非常的強勢 再拿一分 20比17 林貴普的三個局末點 前面 哇 那現在林貴普也 剛剛拿下這一分 好像是拿下了這一局的感覺 非常的激動 沒有錯 因為他從樂福四分 到現在領先三分 那這個 鯨蜓因為那一個 對自己的一個誤判 所以他幾乎來說是 等於是定桿在那裡 好 腳都被打出來 鯨蜓在這個時刻 再打出一半犀利的進攻 先化解掉林貴普的一個局末點 18比20 盡管林貴普現在手上還有兩個局末點 但是還是壓力蠻大的 對 因為他其實他所帶的壓力是什麼 其實很簡單 只要他拿下比賽的話 那當然這一面金牌就留給中國隊 沒錯 但是他輸中國隊 還不一定會是拿到這一面金牌 哇 那在這個時刻 鯨蜓再度打出了非常精采的一板突擊球 先掉一板在左後方的位置 在連接右後方的直線進攻 對 鯨蜓來說 他似乎沒有去受到 剛剛這個林貴普聯系得分的影響 所以他本來已經是在這個林貴普的這個寂寞點當中 他還是敢打出這樣的一個球 表示他自己的心態也非常的穩定 馬上是穩住了正角 19比20 好 這個回球短了 那林貴普當然是要牢牢的把握住 21比19 地主的林貴普是穩住了壓力 野生里的江 局數搬成了1比1的平手 剛好回來之後為您送上決勝第三局的比賽 人體每天需要平均2000cc的飲水量 但是您喝的水乾淨嗎 艾彗普身影設備獨家研發顯微專利 內含極高品質活性碳及多種成分 可有效濾除異色異味等致癌物或菌類繁殖 保留人體所需的礦物質 使用相當方便免主費可直接身影 免費倒斧安裝體積迷你不佔空間 安心第一品質第一 家用標準型QL3-S100 總代理 限時特盔價6990元 令加贈多項商品回饋給您 歡迎下擁控器988進入居家生活館 或直播訂購專線 0800-677-988 夏日來臨前快速展現好身材 素富王每天5分鐘 讓你練出好體格練出小蠻腰 人體工學雙軌道弧度設計 運動更輕鬆效果更加倍 鋼管加厚加粗絕不斷裂 運動更安全 988購物限時特匯2380元 快直播訂購專線 0800-677-988 或上shop.alta.tv網站訂購喔 以下節目為雙語播出 歡迎再度回到愛爾達電視 為您送上清澳 與球男子單打四場的比賽 那麼中國的林貴普 換印尼的金庭喔 這場比賽打得真的是格外激烈 不但是在每一局裡頭的這個比數上 是互相的領先 那麼在局數上喔 闖防各拿一局之後 現在要進入到決勝的第三局喔 請大家來談一下這場比賽 究竟到最後是誰可以搶下 金牌戰的門票 關鍵在哪裡 喔當然 關鍵其實就是在 對金庭來說 他因為剛剛那一個誤判 所以可能他的心情上 是不是受到了一點影響 所以到最後 其實林貴普到最後 似乎有一點放開來了 所以在林貴普來說 只要他放開來 盡量減少這個金庭的攻擊機會 當然林貴普就有很好的這個勝勝 但是你如果說讓林貴普 製造了很多讓金庭攻擊的機會的話 那林貴普還是有一點危險的 所以其實要看多方自己的一個 球路上的一個轉變 還有最重要的誰的穩定度 決勝的第三局 現在場上雙方1比1的平手 不過林貴普其實也算是蠻頂得住壓力 因為儘管在三個決末點之後 被金庭化解掉了兩個 還是順利的將比賽帶進到了第三局裡頭 雙後面的往前都有非常高質量 最後這一板B10的金庭把球給起高 已經沒有辦法成功的球再回到場內 來 又是一個自己的花球失誤 所以這一天還是金那個 林貴普這個花球的麻煩還是不斷 2比2還是平手的局面 像現在其實在對林貴普來說 只要他有攻擊的機會 他的得分能力還是非常強的 這個位置打得有一點都像剛剛金庭所打的位置 現在金庭的失誤也稍微在一直增加當中 的確是金庭現在遇到了一點小亂口 對 他也遇到了這樣的一些麻煩 表演林貴普5比2 也拿3分 拉開到了3分的領先 這個差了一點點 沒有殺準 球隊加油 球隊加油 場邊的球迷很熱情的在幫林貴普加油喔 這場上當然其實兩位選手在經過前兩局 都是真的是非常非常激烈的一個對戰 所以來到了第三局 好 是一個超晚的一個犯規 哇 結果這個時候是被抓了一個超晚的犯規 分數再度送給林貴普 那現在當然金庭就有累一點不小的麻煩囉 這個球是先點過網 對 位置打得非常快非常準 五五十七七五 齊庭4比六追到2分差 追到了2分差 加油 名貴不把球回出了界外 對 所以這是一個順風的一個出界球 也是一個成功的得分 進攻得分球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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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是在第三局的前半段 在球路的組織上 鯨庭是時時找不到後場起跳的進攻機會 讓林貴普反而這邊連續的做大板進攻 也沒有錯 所以其實在林貴普這邊來說 他現在的壓力就沒有像我們剛剛第一局所看到那麼大 鯨庭還回得過來 這個球絕對會是一個劍內 沒錯 落在劍內的位置 就是我們剛剛所說的 逆風的一個影響 所以也同樣一個誤判 也產生在林貴普的身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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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一種打法來說 你可能會常見你在印尼馬來西亞的球員 但是你就很難在中國大陸 還有甚至於韓國選手這邊 發現有這樣的打法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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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的晉升回球 這個球林貴普抓到了 沒錯 抓得很好 而且回得很快 第一時間直接 鯨蹄還在行進當中 往他的身上來鬆 所以他造成的是鯨蹄 他整個手被完全被擠壓到 所以沒有辦法做非常完整的回拍 還是維持在一分的差距 9比8領先的是林貴普 所以這就是因為順風的一個出界球 所以你如果同樣的力道 同樣的打環 但是在這一邊的話 他就會是一個接內 對 鯨蹄前一板球 紫量放得很好的 對 非常好 紫量的一個往前 加油 公公隊 加油 角度再打開來 對 沒有錯 同樣是都是直線的角度在拿到分數 其實雙方面很多都是直線攻擊在拿到分數 10比10 格外激烈的一場對決 有林貴普 打會的第二號種子 碰上了 印尼的鯨蹄 那結果呢 這一板也是蠻幸運的一個過往球 11比10 是由印尼的鯨蹄 帶著一分的領先 來到11分暫停 休息一下 馬上再回到比賽的現場 如同第一局第二局 一路打來到第三局的前半段 兩位選手在分數上 真的都沒有太多的一個 拉鋸喔 基本上都是你一分我一分的一個 往上追加 對 那儘管在第二局裡頭 堅挺一度拉開到4分的領先 但是林貴普這邊 也展現了他的一個抗壓力 對 所以 就好像是說 你一分我一分 但是你 能夠連拿很多分 他也能夠一下子打5分 又能夠連拿 所以幾乎來說 節奏非常的類似 非常的相似 那鯨蹄的這一分領先優勢 馬上又在還給了林貴普 11比11的平手 這樣比賽應該 誰能夠奪下勝利 當然就是關鍵球的處理 嗯 鯨蹄在往前的手法 還是一樣 是一個健內球 對 是一個健內球 一個健內球 對 一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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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上又靠著連速往前的下壓進攻 把分數要回來 加油 加油 當然這樣比賽 雙方球員打到目前為止 都拿出了真的是很精彩的表現 喔 對 尤其到後半段這個時候 其實雙方面的表現都算 都算很穩定喔 嗯 其實也沒有很多自己的會受破性失誤 能夠去打失誤的球 都是對手代表他的這個壓力 才會去產生的失誤 所以其實雙方面到後場的這邊打起來 應該都算是已經能夠發揮到 他們自己非常好的水準 嗯 喔 他是金庭 金庭這 有時候就是這些球的一個 非常好處理球 但是他 打的角度都稍微有一點太低 產生這樣的一個失誤 這也是他今天 在後續上 他必須要能夠趕快去修正 可惜 他的球角度是拉得太開了 對 喔 那這下子比速15比12 林貴普有三分的領先優勢喔 對於這場比賽來說三分算多了 喔 算多了 因為之前只有是金庭領先四分 但是非常可惜 一下子 就被林貴普追回來 林貴普追回來 還倒影三分 你說 喔 到位囉 左邊的球迷看得也很興奮喔 在 中後半段的這個 波段喔 在林貴普這邊 有連續得分的攻勢出現 16比12 3 2 2 3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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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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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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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這個球沒有處理好 打的位置 對 位置不好 其實是度有 但是位置不好 因為這個球 他必須要去通過林桂普的頭頂 所以林桂普他順勢一起跳 打到一個重複路線的位置 就很容易得分 再拿一分 17比12 拉開到5分 5分的超前 喔 剛好不斷網子 所以改變了一點方向 不過其實蜻蜓他在整個腳步上的跟進 也真的很快 對 馬上就做一般的撲網 看起來剛剛的拍子是不是也有斷線 應該是斷線喔 跟上來之後拿下分數 13比17 追到4分的差距 快了一支新的牌子之後 比賽馬上要來繼續開始 雙方4分的差距 這兩個人通通都是打到球拍的框框 國得利的是在金庭這邊 在家落後往前追進一分 有2分 有3分 有4分 有3分 2分 3分 有3分 有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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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角度打開來在反拍的位置 用的是一種變現的 就是我們所說的變現攻擊的一個打法 近身的攻擊 這一分拿下來現在對於林貴普來說還蠻關鍵的 拉開再度拉開到五分的領先 而且只要這兩分就可以收下金牌戰鬥票 對 就看看金牌在這個階段能不能夠穩住正腳 這汗水是流到眼睛裡面了 有可能 可以擦汗但是裁判不給喝水 不讓他在某些止滑的一個 對 那個是球拍的止滑混 沒錯 覺得他可能是有點在延誤這個比賽的節奏 所以主審裁判是有權利請球員回到場上 這個球回短 應該是這個球是金鼎非常高質量的一個往前 所以造成這個林貴普很難把這個球跳到貨場 四分的差距比數15比19 對 相關的這一球就非常重要了 還好金鼎有這個意思過來了 你會補在第二時間喔 下手的位置還是可以把球回過來 16比19 這幾球真的是考驗金鼎的穩定度了 還是有一點機會囉 再追一分 17比19 像這樣的金鼎現在目前的 他所攻擊的這個位置 大部分都會朝向這個林貴普的近身做攻擊 因為他怕什麼 他怕一個好機會結果自己打失誤掉 這個往前球並沒有放好林貴普 直接順時一板突下來 那這一板突球20比17 當他掌握到了3個賽末點 登場比賽 erina 第一度的賽末點出現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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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被抓住了 而且林貴婆在這個手中找到了一板 攔截的機會 順利的反攻 那麼這一場比賽上演了精采的一個逆轉勝 在滿場地主醜迷的一個幫忙助威之下 最後大會第二號種子地主的林貴婆 19比21 21比19 21比17 這纏鬥了將近一個小時的一個比賽對決之後 擊敗了來自印尼的金庭 挺進到了男子單打的金牌戰 這也代表中國隊在這一次的青澳羽球項目裡頭 男子單打的項目是確定上演金包銀的一個戲碼 看到這裡再稍微休息一下廣告回來之後 繼續為您送上精采的比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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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